美國知名學府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查爾斯·利博 1月28號在哈佛大學的辦公室裡 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逮捕 根據刑事指控書 利博接受美國國防部 及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贊助經費 但卻向這兩個單位隱瞞 他參與中共2008年啟動的千人計畫 並從中獲取利益 現年60歲的利博 是美國納米電子研究領域的領導者 曾是諾貝爾化學獎的熱門人選 在學術界享有盛名 也因此成為中共的目標 在重力的誘惑下 一步步踏上不歸路 最終鑼鐺入獄 時事評論員田園表示 利博這樣的科學家因為私德不檢點 就為了中共給的那點利益 而背叛了哈佛大學 背叛了美國 令人震驚 根據美國司法部文件 利博2011年被武漢理工大學聘請為戰略科學家 2012年到2017年間 他參與中共的千人計畫 每月可獲得5萬美元的薪資報酬 每年約15萬美元的生活費 80萬美元設立武理工哈佛實驗室 以及174萬美元的研究資金 連這樣的人 連這樣一種科學家 都居然會喪失人格 國格 為中共效勞 可見中共呢 多麼的斤於此道 多少年來 為這種竊取資產權 知之不見 不擇手段 採取各種辦法 2013年1月10號 武漢理工大學寄給利博一個五年計畫 武理工與哈佛大學合作協議 合作內容為 研發電動汽車高效能納米線基礎裏電池 作為計畫的一部分 武理工學者每年訪問哈佛大學化學系兩個月 利博被捕後 哈佛大學發表聲明說 美國政府對利博教授的指控極為嚴重 哈佛大學正在與聯邦當局合作 對被指控的不當行為進行自我審查 利博教授被無限期休假 校方不允許他進入校園 他也不能參加教學或研究活動 過去幾年 聯邦政府一直在加大力度 對中共的滲透行為進行打擊 時事評論員田園提醒 不管哪個行業 面對中共的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用 一定要有警惕的心理 會加大打擊的力度 美國當局早前已對中共政府實施的千人計畫提出警告 美國官員說 這種海外人才招募計畫在製造利益衝突 並為海外研究人員 將美國的知識產權帶回中國提供激勵 根據哈佛大學網站的公開信息 中國科學院2008年頒給利博·汗因斯坦獎 並於2015年12月聘請他為院士 而利博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 美國醫學科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的院士 目前FBI正在調查數百起涉及千人計畫的案件 1月28號被起訴的除了利博 還有另外兩名華人科學家 利博因為沒有華人背景 加上他在學術界的聲望很高 而被媒體廣泛報導 美國當局說 如果罪名成立 利博將面臨最高5年的刑期和25萬美元的罰款 andaanja İs critics掌握力 約5萬美元的罰款 換成功 1萬美元的罰款 2萬美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